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术余人 曰朝三暮四 微学求义 曰日旧月疆 焚膏记轨 日夜新秦 笔昼作业 晨昏颠倒 车行于路 船行于沟 骑马而重者行驰 空而轻者行急 顿饮长生天上酒 常哉不死冻中花 樊流若问无声计 遍地纷纷无彩霞 老师 师兄 师姐他们 已经赶去京城请最好的大夫 你们这些傻孩子 何必这么执着 可我们舍不得老师 而且您 不是就快要弄明白 那道法术是怎么回事了吗 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 所以才说你们是傻孩子呀 人比之天地 不过如浮游一般渺小 观天色乍明乍暗 便已是招无声目死 什么时候听过一个人 一代人 就能把个大事 想清楚弄明白的 我虽然心有遗憾 但好在还有你们这些弟子 小九 你是我所有的学生里 年纪最小 天分最高的一个 聪颖早会 定成大器 老师走后 就把那个荣天怡托付给你了 我不要 我又不是老师 不能帮您看什么做什么 您要亲眼见到才好 就算 就算有一天我有了学生 我的学生也不是我呀 谁也不能代替另外一个人 不是代替 而是一种传承 生老病死 物理长情 既然无法逃脱 就只能想办法 把知识一带一带传下去 一直积累下去 把路铺好了 说不定到了哪一带 现在就会有个重要的转变 很多东西 不都是这么来的吗 小九啊 你要努力 也要放宽心 老师 谷先生 小英子 我 好像做了个梦 是啊 葛先生 你醒过来吧 我们都很担心你 醒了 醒过来 总算 我们回杨平的医馆去看看吧 嗯 你的医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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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凡车轮一约圆 其大车中孤长一尺五寸 所谓外寿福 中冠轴者 福济 这天宫开悟 对各种稚气之术记载甚强 可惜我没有全本 家里人想我科举入室 平时难有机会看这些贤术 家中藏书倒是有点 可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 竟连天宫开悟都没有 看得人好没意思 博物学会中人多是大家出身 他们不也看遍天下杂书吗 暴露门 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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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这么厉害 我也要努力才行 老板在洲几个旨is城 Mustf 鸡蛋 好 翻生天天神神叨叨的 泛老爷也不管 叶子哥 我们去孙伯伯家里看小花吧 违老爷子打的手势可真稀巧 镇上拜的神好像不是关布的 清雅飄香的茉莉花 老来也 小家味 小葱 女子 大小 брос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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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爷儿子争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叫王老铁 跟老朽一样 也是个铁匠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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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